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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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我们俩都是自愿的 自愿下跪玩是吧 对 就是玩 我跟你说金波 你记住了一个大男人 不管干什么都不能跪下知道吗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给女人下跪 男儿妻下有黄金 咱不能随便跪 知道了 我跟你爸俩打一辈子 我都没让他给我跪过 最多我就拿小枝我扎他 你凭什么让我儿子跟你跪下 我问你他犯了什么错到底 什么错也没犯我 我外事 是 对 他 当你师父 他哪儿子 他写小说 写得挺好的粉丝比我多 我就让他传授一下 你别为了太老婆 在我跟其他扯这套 谁信呢 他那本事我还不知道 行了 你俩赶紧别闹了 以后不会这么闹 行 别闹了 赶紧回家 行 妈走了 两个人开心玩吗 快开心 赶紧赶紧去吧 那个你姐呢 姐 姐上班去了 那我 我也回去了啊 喂 妈 那个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啊 就是那个 那无所谓啊 千万不能见她 知道吗 知道了 我就医院加两点一线的跑 我哪儿也不去 行了吗 那也太极端了 也不是说哪儿都不去 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的 有些人也还是可以见的 比如说那个 李莎 还有什么事吗 另外呀 就是 你有空啊 你还是劝劝那弟媳妇儿 赶紧出去找工作 不管干什么都行 赶紧在我眼前消失 真是瞅着眼晕 行了 我知道了 我会找朱莉亚的 拜拜 谢谢 自从你嫁到我们家 我们都已经很久没有这样 单独出来过了 你看 你成了我弟媳妇儿 我要再把你当好朋友 都有点心理障碍了 我也是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哪有以前朱莉亚的风采啊 别再写了 你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不是谁都可以做作家的 你看看你现在熬成这么瘦 再熬几年你就成黄脸婆了 到那个时候 我弟弟就把你给甩了 姐 哪有你这样说话的呀 不过也是 你看我写的头发都掉了好多 可是我都这么卖力了 他们怎么还那么无情 谁啊 就是读者啊 他们在我的小说下面留言 熟悉的是垃圾 你还在笑 我真的挺同情你的 不过我也挺同情那些读者的 他们还能看得下去 姐 你还帮着他们笑我 不是 我是跟你说真的 其实你这么长时间了 学点什么不好 要不干脆你去学学做饭吧 你要真学会做饭 我妈和金波会更爱你的 我要是学会做饭 妈还不得天天逼我做 要不干脆你出去找个工作吧 年纪轻轻的总待在家里 很快就会跟社会脱节呢 也是 不是 有个好消息 最近金波写作突飞猛进的 前两天有编辑打电话跟他说 要跟他签约呢 真的 真的 这小子还真不错 那正好 你就让他一个人写就行了 有道理 说啊我的 说说你的呗 妈那么不赞成你跟我无所谓 那你真的不见她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你有没有考虑过 那个李尚 这种事情是能将就的吗 打个比方 如果就有一个像李尚这样的人 和金波同时追你 那你选谁 当然金波了 那还用想 对啊 所以既然我的认定了无所谓 我怎么还会 换着要跟李尚交往呢 懂了 有点账是吧 对 酸账这就对了 像你这种情况 我估计再扎个两三次 肯定就好了 昊华 你怎么来了 你忙着呢 我来是和你说个事 什么事 我和咱那些知情朋友啊 已经商量好了 准备去东南亚玩一圈 叫我去 太好了 但是我这一谈的事呢 我哪走得了啊 华华 不是我说你啊 你呀 大半辈子 在家里围着孩子转 你该留点时间给自己 好好享受享受了 对不对 放松一下嘛 别总把自己 灌在这个小地方 去外面看看 好吧 谢谢谢谢 谢谢你的美意 我考虑一下吧 那好 我等你答复 好 费用你别担心 我全都帮你出 那可不行 我要去的话 我就自己出钱 你要出钱 我就不去 你那脾气啊 还是这么倦 那好 你那份 你自己出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什么 这两个人要出去旅游 还出国啊 这 这 这孤男寡女的 这路上 谁说的好出什么事啊 爸 不 你听我说啊 要是有一个男的 单身的 约你出去旅游 那肯定没按什么好心 你千万记住了 你说你们也是的 你就由着你妈这么来啊 不止是李叔叔和我妈 还有十几个人一块儿去呢 你担心什么呀 还 还十几个人 我跟你说吧 这就是那姓李的掩人耳目 掩耳盗铃 披着羊皮子狼 腾一炮弹 吃不着菩萨的狐狸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腾一炮弹 再说 我妈那性格你不知道 就算李叔叔是狼 那我妈能生日人 宰割的羊吗 其实啊 他们要去你就没得让他们去 我跟你说 想要两个人闹不愉快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们出去旅行 你想啊 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什么问题都要解决 一个问题没解决好 两人闹矛盾了 到时候你什么都不用说 人一回来 和平分手了 对吧 说得挺轻跳的 不行 我还是得找你妈谈谈 你可别去找他 这会儿他把你给轰出来 怎么了 他现在心情不好 前些日子我倒听金波说过几句 是不是就因为 拒绝了你的那个男的呀 是啊 死活不同意 不过我也无所谓了 反正人家 也没说一定要跟我在一起 金啊 说实话 你要说 爸愿意让你嫁给一个 带着孩子的 离过婚的 在北京还租房住的男人 那你爸的心也太大了 不过 感情这个事 旁人也不好说什么 要我妈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起码让我自己选择 最近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也想明白一个道理 人这一辈子 还是得跟自己的知心人过 你再怎么着 你就是磕磕碰碰的 那也是好的 我觉得咱俩现在就像是 追爱联盟 您追我妈 我追她 追爱联盟 好 这个好 像吗 像像像像 老公 咱们开个网店吧 开什么网店 网店不挣钱 挣钱 我有一朋友 一个月好几万呢 真的假的 真的 不是 那你开网店 你能卖什么呀 就买这个 哼哼哼 内衣 图片倒是挺好看的 不过我跟你说 像这种贴身的衣服 谁在网上买 万一买到假冒伪的产品 过敏了怎么办呀 不会 买的人可多了呢 你看这个 一个月就好几百单呢 而且我有朋友 货源真有便宜 怎么样 行 你想做你就做吧 你就开个试试 真的 你同意了 当然同意 只要我老婆开心 怎么样就行 哎呦 老公 哎呀呀呀呀 真好 那 拿了吧 干嘛呀 启动资金 一万块 哪有钱呀 你没有可以问咱妈借吗 哎呦 哎呦 先生先生 哎呦 麻烦麻烦一下 啊 这附近有一个这个花枝孝开的中医推推推推纳管在哪儿 那巧了 这就是 喽 哈哈 好了 您是 哦 我们是老乡使 前一段时间呢 我们这个聚会 我们才联系上 哦 哎 哎 您是 哦 我是新员工 还没报道 哦 哦 啊 欢迎光临 您请 哈哈哈哈 请 好好好 好 好 我说手放下 我说话手还抄着刀呢 能听好吗 你把一个你这么多天背不下那点玩意儿 都干嘛呢 志强 哈哈哈哈 哎呦 吴长贵 老同学啊 哎呀老同学你今天怎么来了呀 真是稀客啊 稀客 能不能找这 哎呦 这是干什么呀 这不是年轻人了 能这出干嘛呀 你这来就来吧 还带什么花 我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反正想买 哎 喜欢喜欢 哎 我发现你这店儿不错啊 嗯 还行 嗯 就是天天人太多了 顾客营们 都是冲着我的手艺来的 哈哈哈 艺术高名 哎呀 谢谢 谢谢 这样 咱们上次聚会以后 哎呀 我就一直到今天呢 我就一个好觉没睡过 你为什么没睡觉啊 不是 就是 你说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嗯 不能像年轻人似的 谈恋爱 三年五年以后再卖 就不用的殿堂 你咱 咱好不起 你是什么意思我 我 我没明白 这我今天很正式来向你求婚了呀 什么 你干嘛呢 赶紧去干活去 快快快 求婚好 求婚好 好 好 谢谢 常规 你说什么 你向我求婚 是啊 我觉得我现在条件挺好的了 你看啊 我现在我这个也有工作 有工资 我独身一个人儿儿子结婚已经出去过了 还有这个呢 坐下拿的体检表 你看这日期 我跟你说啊 我除了血脂高点以外 我什么毛病都没有 身体棒棒的 你说现在就求婚了 动不动就做个体检表 不过看着真的都挺正常的 那个常规 真有意思 你没把你家的存折 卡都带了呀 金卡 是啊 你这里老多钱了吧 还行 还行 老吴 哎呀 真是 这太感动了 你先拿着啊 我跟你说啊 首先呢 我特别感动 你看你带着鲜花 卡 还有体检表啊 来 但是呢 我真的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 是一言难尽的 我呢 有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我的前夫 贪了 啊 贪了 不是 不是 是这样的 他那个作风不好 我说的第三者 每两天就贪了 贪了人家就把他甩了 哎呀 你说多可怜啊 你说贪了 这什么都不知道啊 这大便小便的 他全都在床上 你说 我前夫是我孩子的爸呀 你说我这么善良的人 我怎么能不管他呢 是吧 所以说现在呢 我等着就整个脱油瓶 我 我就我就 我天天我得作弄他呀 所以常会你说我哪能 你说这种情况 我得把他带上 就跟你去 你真是 是吧 那你你 这种情况是吧 就是 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早说我就 我告诉你 我退缩了 退缩了 没 那对不住 我上了 来来来来 我说我说 你上了 花大夫 哎呀我 我一直仰慕暗恋你几十年来啊 对吧 听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 我跟你生生世世 永永远远 地老天荒 海湖石烂 你们家让我全四楼 就 就包括你的摊子老公 我给你养老送丁 这是那个 我 我 我这是员工 你怎么样 你要不行我就接着来了 我不是什么员工啊 你不是追求者吗 他还又是一个追求者 不是 不是 我一直追到这儿来了 对 那种轻贵 你什么聊着 你聊着 好好聊 聊聊 哎 小贵谢谢你 拜拜啊 什么玩意儿 谁贪了 谁贪了 你呀 我什么是贪了我 你贪了 你自己不知道啊 你是一种精神上的坍塌 不是肉体上的 其实这种坍塌更可怕 一个人 一个形象 咔嚓 挡一下 好好好 你那是围贪 追你老头的 能把脑子都脑栽了都 不是老他 还有塞多的呢 哪是老头 你这店出来的太早了也 他这样的 我们就给打不走了吗 这样的 这岁路我都不要 不说你了 就我 手机里边 多了 追求我 你让我脑子 怎么 我千万别逃出了 我求求你 你可以想象你长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真的 是吗 不是就像那样的 你别给我看 我跟你讲 不是胖的 就丑的 就是老的 哎呀 他千万别给我看 哪呀 我受刺激 我受不了 哪哪呀 行行行 不刺激你 你跟我实话实说 穿那个姓李的 你还有几个老头 我一想 你都可以 二来个吧 还真太烦人了一天 就他就嘴的门了 花枝翘 我 我不撑着了 我跟你说 你不能跟那个姓李的 上什么旅游去东南亚 我为什么不能去 他 我跟你说 你说我们都设计好了 机票都买了 我跟你讲 去哪儿 走走 美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罗斯 不是不是 你不就是去东南亚吧 我不去东南亚有什么意思 谁都能去地儿我不累去 不行 那更不行了 跟你都没关系 咋没关系 有有有 这老李人家不英文 你带我去哪儿 我必须跟着他 更不行 别人还不行 不是你 我带你去行吗 不是 哎 你说你个哑巴到外边 这疯 带你 好是 我怕你吃回上当 我知道你现在受到 强烈的精神刺激 但是我告诉你啊 这就是你的抱怨 你知道吗 我再有一个两个三个四 有多少都跟你都 不一样的性质 你是说在婚内 你就在那儿 作风不好 你是出轨 我呢 我跟你离婚之后 那再有多少 他这都是正好防卫 你知道吗 这法律的框架范围之内 你就听我呢 真的千万不能跟他去 不然的话 后悔来不及了 咱们俩也没有 不可交换的矛盾 是不是啊 我听明白了 你的意思 你不就说 不想让我出国吗 对呀 发受刺激 我不告诉你爸 我肯定去 好 爸爸 金娜妈妈什么时候来 彤彤 金娜阿姨有事来不了了 可是她答应我的 我们还拉过沟 是不是那个奶奶不让她来 不是 金娜阿姨真的有事 爸爸陪你去不就行了吗 可是老师说要爸爸妈妈一起去 我给老师打过电话了 老师说 可以让彤彤只带爸爸一个人去 好吧 你看 买了这么多好吃的 走 妈妈妈 彤彤 你怎么来了 不欢迎吗 我只是有点意外 我答应过彤彤 我们拉过勾的 起来吧 嗯 走吧 走 我 走 走 走 开心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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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两件 我觉得尝那还行 好 这都挺好看的 怎么了花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这不你打电话让我出来逛街的吗 你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你哪心思都没有啊 问你什么你都是好啊好啊 哎呀怎么跟你说呢 你干嘛呀你啊 讨厌 你整个大大咧咧那个样 怎么觉得你像个小女生啊 真受不了你怎么了 哎 是不是为老李和老金 这正愁呢 怕啥呀 咱这桃花运这么旺 还还愁这个吗 这不太旺了才愁呢 我跟你说了吧 老李弄了一帮人出国旅游 我特想去 你说这些年吧 老金啊 当牛做马 什么都没有享受过 根本就没享受过生活 就认识老李之后我才知道了 人家都过的什么日子 什么华尔兹 什么什么高尔夫 现在又出国旅游 哎呀我太想去了 你知道 等啥呀 去呀 本故事那么想 但是老金 昨天来找我来了 没看那小样呢 求我 不想让我去 怕受刺激呗 早干嘛去了 管什么他 哎 你说就出去旅游这么一圈 一群人 能怎么着啊 你还能跟老李这一下子 就怎么着了 他真是事多奇了一天 是 你不能怎么着 但我这人不最大的特点 就是心软吗 你瞅他那样 我就心一下子就 你知道吧 话 挺住 我要是你 我就去 这一大圈下来多爽啊 再说了前灯 休闲了 多好啊 老李 老李那人多好啊 再笑一会儿 谢谢俊娜妈妈 谢谢俊娜妈妈 彤彤 跑慢点别摔了啊 我要把外国附近的人 看看我的奖牌 好了好了 好了 你看妈她开心的 谢谢你今天能来 彤彤很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这是我跟彤彤的约定 本来也应该来的 上次我妈那么吓唬 不好意思啊 对了 阿姨恢复得怎么样了 我妈没问题了 就是不想上医院 一直吃药 你妈误会我们 要不 我去跟她解释一下 不用 她爱误会 让她误会吧 再说 这也不算是什么误会 亲的 我们 我要你们拉我飞一下 好飞 一二三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啊 一二三 走 快点吧 我都有点饿了 还真是 干嘛呀 那比金奈王 是啊 那拿去 那那那是 无所谓 真是 干嘛呀你 我把金我住他们 大肚肠喝 肚肚肠喝 肚肚肠喝 他胆太大了 他还不肚子 回去跑 问问问问 怎么没事再说 你别激动行不行 先吃饭 先吃饭 吃饭别吃 你别激动行不行 你别激动行不行 妈呀你辛苦了啊 那你不帮我干 姐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干嘛去了 啊 单位 组织爬山 爬山去了 哎呀累坏了吧 这大热的天 是啊 你这出一身的汗 我先去洗个澡嘛 好 撒谎都不带脸红的 我觉得 不用撒谎了 我看她脸红了呀 你就经常撒谎 不是我那你这真错了 我从来不撒谎 我有什么事 直接就跟您说 是 要说什么事啊 您知道啊 真有事跟您说 我跟你说好说太说 我终于把朱莉亚给说通了 我说不在家里写小说了 上班去了 在哪上班啊 怎么突然想通了 你说这工作还不做 每月收入最什么过万 干什么呢 网上卖东西 网上 行了吧 我虽然不懂网 但是那网上 这都是骗人的事 那真的不骗人 我跟你说 这个卖东西真的挺好的 行 你那么爱干嘛 我不管 我跟你讲 我现在呢 这没工夫考虑你俩的事 你去跟她看金屋去吧 不是我 这事还没说完呢 那你说 我必须得有 明天启动资金想问你 借一点 跟我要钱 对 我没有 要干自己去弄钱 不是你随便扎几针 不是有了吗 我那是随便扎几针的 我那都是辛苦钱 是辛苦 我不能让你们跟我败家 知道吗 妈绝对不可能 我跟你说我给你写一合同 我给你保证绝对是立竿线 保证挣钱 哪有绝对的事啊 另外一个你问一下 哎干嘛干嘛去 只要有事干就行 我跟你讲现在没空 我满脑子都是官司 你赶紧进屋去吧 你这是风险头子 你必须得让我 哎呀快去吧 别再烦我了 让我自己静会快点 行那那等你心情好的时候 哎呀你你帮我扔一下啊 走啊 看来我真的行动了 老公 咱妈不借钱 你要不问咱姐 咱爸试试 想他别想 我跟你说 我跟我妈都是都有二十多年啊 她的脾气我摸得太头了 这会儿呢 她肯定跟我爸还有我姐 都已经打完招呼了 让她千万不要上我们的当 是我们的骗子 excuse me what 骗 对啊 朱莉亚 yes 朱莉亚 我怎么是骗子 我从来不骗人的 我跟你说 你现在在我妈眼里 绝对是一个天底下最大的骗子 我到底骗什么了我 她宝贝啊我 这么好的一件东西被你给骗走 你说你是不是个骗子 去死 咱好好说 那你说现在上哪弄钱吗 老公 我朋友货都准备好了 又差自尽到位了 好吧 尊敬的老婆大人 您现在呢 就给你躺下 盖好被子睡觉 其他事情呢 想着帮你全弄做吧 好嘞 阿姨 您怎么来了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不耽误你上班吧 就几句话 不耽误 要不到家里喝杯水 那不用了 阿姨 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坐下吧 坐下说 哎 这个小吴啊 上次从你们家里出来啊 阿姨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爱情到底是什么 想了几天 我也没有想明白 但是有一件事 是越来越清晰了 就是爱情绝对不是两个人的事 它是很多关系的总和 它裹挟着很多的因素 很多的内容 阿姨 你想说什么 我明白 我知道 金娜是个好姑娘 以我现在的条件 我配不上她 是 这点你倒是说对了 我们娜娜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 关键是她特别地善良 她看到你这种情况 她肯定是出于一种同情心 她想帮助你们 另外她也非常的爱孩子 说实在的 金娜已经三十了 阿姨特别希望她尽快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能够尽快地结婚 能够尽快地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如果你们真像你说的也没有什么 那就最好了 假如真的有什么想法的话 阿姨希望就此打住 也希望你能理解一个当母亲的心情 阿姨 我也是当父亲的人 您的心情我当然理解 那我就谢谢你了 谢谢你 对我们金娜的帮助和关照 我也衷心地祝福你 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姑娘 那又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不耽误你了 再见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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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你说什么 有个出版社要出版我的小说了 不 不 这消息太吓人 你再给我说一遍 有一个出版社呀 要出版我的小说了 你的出 你别做梦了吧 你不相信哪 不信 白纸黑字 什么呀 没骗你吧 我谁呀 我是你花枝翘的儿子 我能查到哪去 主编再怎么样也不会瞎眼 拿着自己的钱就这样做什么 儿子 对不起 原来 妈确实没看中你这两把刷子 这真的人要冲你的书啊 当然是 你看我就说嘛 我儿子是谁 要是什么时候那个书呢 给妈 这就是坏消息 你给我一万块钱 给你一万块钱干嘛呀 是这样的啊 出版社说呢要出版我的书 但是我得先交一个保证金 一万块钱 他们给咱们出书 咱们交他钱 你肯定受骗了呀 那可不可能 那是外行 这个文化圈的事呢 您是一点都不懂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先交这一万块钱的保证金给他 说明我的小说一定要让他来出版 他们就怕 那个我不怕 那我一下子就听明白了 你妈这么聪明 就是说 咱那个小说 他害怕你给别的出版社 就因为我的小说写的好吗 那别的公司来抢了 把我挖走了 他们不是亏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给他 那一万块钱吗 给他 到时候咱就回了几百万 努力就是有结果的 没错 儿子我就没看错你 走走 妈给你拿一万块钱 你是不是傻呀 部门啊 怎么了老公 老公 我这心里难受 你知道我特对不起我吗 我不应该骗她 你你是没见着我妈 听说我要出书以后 那个高兴奸 是从我懂世纪到现在 第一次看到这么高兴 她要是知道 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懵她的 她该也多难受啊 你别这样了 你就当这钱是问咱妈借的 有钱了一定还给她 而且我相信你会成功的 一定会让她骄傲的 好 小李啊 好姐 这可以起针了 好嘞 金大妈妈 哎呀 您今天怎么 来吧 请坐吧 请坐吧 嗯 这点心意 您收下 您现在身体好歹了没有 好多了 你看那天多亏了你把我送回家 这个啊一定得收下啊 上次的事呢 换了谁都会那么做的 举手之劳 吴妈妈 我这个人呢 比较实在啊 我喜欢直来直去 什么事咱们开门见山 你今天来 说实在的 我挺喜欢金大姑娘的 她人又好又稳重 一看就是家教挺好的 这样 谢谢夸奖 谢谢夸奖 但是如果说到这个事啊 对不起了 我就三个字 我不同意 所以呢 我们就不要再谈了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就不多留你了 说实在的 我们家现在几个条件 是不太好 但是我相信我儿子的能力 他一定能够东山再起的 他肯定会给金大带来幸福的 哎呀 不说了不说了 咱们都是当妈妈的人 我是肯定不能同意这门婚事 请你理解 好吧 那个你你就 没什么事你就回去 金大姑娘 俗话说 硬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 我真的看得出来 我儿子跟你女儿 真的是真心相爱呀 咱们当父母的 总应该支持吧 您说呢 支持不了 这个请您原谅了 真的支持不了 妈妈 那个没什么事 我这还忙着呢 那您就走吧 这个东西我不能收 我绝对不能收 这个没没 不不我真的不能收你的东西 拿走拿走 这个是 不送了不送了啊 不送了啊不送了 不远送不远送 真是 无功不受禄 拿回去拿回去啊 您回去呢 也好好休养 好好休息 好吧不送了 再见再见 我这次的想法是 我们专门为爱冒险的年轻人 设计两条旅游线路 我现在初步的想法是自驾游 我们可以联合汽车品牌 一起做活动 这么大一个旅游项目 公司就我们这么几个人 消化不了啊 我支持吴老师 我觉得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首先我觉得第一年数 我们公司没有这么多人手 我觉得第一年数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一下电话 喂 在忙吗 还好 找回事吗 我给阿姨买了个血压剂 我觉得挺好的 平时你给她聊聊血压也挺方便的 吉娜 我们以后 还是少联系吧 是不是我妈 找你说了点什么 没有 是我自己想明白了 我不能再耽误你了 我们这样也没什么结果 是你的真心话吗 是 那各种各样的客户都是有的啊 咱们将下一次十几个人 去看见不见 慢用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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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老师 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学会生病了 杜老师 你们要不 还能先回去生日酒家 没事 是 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自家有啊 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 其中资金太高了 金娜 来 看一下这个病例 这个病人回头你就是 她的主治医生了啊 好 你怎么了 看你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 心情不好 没有吧 没有 是不是 是不是为那个无所谓啊 你怎么知道 前两天我跟你妈在商场里 看见你们仨了 你跟那个无所谓和她儿子 我一看你妈的眼神我就知道 这准是有情况 我妈怎么没跟我说啊 怎么可能呢 那天我要是不拦着她 直接就蹿到你们对面去了 你还不知道你妈那脾气 那还不跟你闹啊 怪不得 怪不得什么 没什么 谢谢你啊主任 要不是您拦着我妈 那那天真不知道我妈会闹出什么事来 金娜 我得劝劝你啊 这感情上的事啊 你自己可得想好了 千万不能冲动 我这性格你还不了解 我是想好了才会去做的 行 你想好了就好 你要跟你妈那儿 需要再勾兑勾兑什么的 我可以帮你 好 好好看看 好 回来了 没吃饭吧 我去给你热饭去 妈 我不饿 妈 您是不是去找无所谓了 找了 怎么着 她跟你说的 她没跟我说 我跟她说什么 我就跟她说 离我女儿远点 我把事实道理都跟她讲清楚了 我告诉你娜娜 我知道这样做 也不是特别那什么 但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你跟我说医院组织登山 哪有这回事啊 你要是不骗我 我也不能去找她 还有我跟你讲啊 你现在必须悬崖勒马 再往前走 前面就是大火坑 就算是大火坑 我也愿意往下跳 有欺贝我 有欺贝我是吧 有欺贝我是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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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遇见我 我遇见你 于是我们都想了 你看着天 我看着云 想想你在想什么 你的眼睛 好像清醒 里面是否会有我 话像四隐 微风吹过 没有什么不可以 然后你就瞧了我的宿远 然后悄悄地听你的消息 他们说你喜欢甜甜的东西 我就试着试着努力 看起你 我以为他爸有病啊 你年轻 你皮肤有长 我的眼睛 好像星星 里面是否会有我 花香刺意 微风吹过 没有什么不可以 我看着你 你看着我 想说的特别多 春去秋来 花开花落 你在心里 没离开过 然后你就瞧了我的宿远 然后悄悄打听你的消息 他们说你喜欢甜甜的东西 我就试着试着 我会帮你 你 我会帮你 我会帮你 然后你就像了我的宿命 然后悄悄打听你的消息 他们说你喜欢甜甜的东西 我就试着试着努力靠近你 谢谢你成全了我的幸运 哪怕和你再见而过 他们说爱情成长会有折磨 我只要分不顾身学情 你遇见我 我遇见你 于是我们冬想了